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19日在京同加拿大外长乔丽举行会谈 王毅说 这些年中加关系经历了困难和曲折 这不是中方愿意看到的 也需要加方认真反思 双方应以客观理性的认知看待对方 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改善 沿着健康稳定轨道向前发展 王毅表示 明年是中加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 双方应回归初心 思考过往 把握正确方向 乔丽表示 家中人民友好历史悠久 家方愿积极务实地改善和发展对华关系